定了,定了,一大票广州纺织产业将会转移清远,真的太好了。 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牌子了吗? 就在四天前,12月30号,这一场签约仪式及高峰论坛就在我身后的广清中大科技园附近来举办了。 就在这个会议上我们得到了好消息。 11家广州的纺织服装产业链的龙头企业进行了签约,正式宣布要入住未来的广清纺织产业城,11家。 然后20多家纺织服装重点企业也宣布要集体入住,上千家的企业也表达了对入住的意向。 现在也正在做一些准备的工作了,那么未来广州北,或者说广清时尚这个产业,纺织产业城应该就会落户到这里。 广清产业园真的是可喜可贺。 这里面的话,上次那个视频我已经跟大家看过了,那么今天这一期视频我就给大家看一看这附近周边的一些情况。 毕竟未来很多的一些广州的纺织企业,纺织企业的从业人员,你们可能都要经常会来这里,会跟这里会产生一些交集。 所以今天这一期视频先带大家逛一逛这里,看一下周边的情况。 一边走一边再跟大家聊一聊详细的情况。 好,我们看到中大时尚科技城,现在的前面就是一条大公路了,这个路还是比较宽阔的,货车,两三台货车并在一起走没有问题,路是非常宽阔的。 在未来的话呢,这条公路也会发挥它的作用啊,这条公路叫德龙大道,从这里出去啊,就是240国道了,新人那边啊,然后呢,再下去呢,就是广佛了啊,广州跟佛山啊,就山水啊什么的啊,交通还是非常的便利的。 这条路的另外一个方向呢,也可以连接国道啊,连接的是107国道啊,107国道的话呢,可以直接下到美陵湖那边啊,美陵湖那边,然后再到这个赤泥镇,再到赤泥镇之后呢,就可以转高速啊,直接下到广州的这个市中心啊,交通也非常的方便啊。 可以说呢,产业转移到这边啊,交通绝对不是一个问题,离广州还是非常的近的啊,物流啊什么的,完全不成问题啊,未来的话,现在广州海珠的啊,那个纺织城的话呢,它规模是很大,但是呢,受这个地理因素的影响啊,还有过去的一些历史啊,历史条件的制约,现在的规模啊,普遍不大啊,都是以小作坊为主啊。 啊,它的未来发展前景呢,还是受到了一些制约的,所以呢,就为这个产业外溢啊,提供了契机了,因为呢,在未来啊,智能化制造应该是一个大趋势,那现在如果啊,要在海珠那边发展呢,好像有点不太现实啊,所以呢,清远啊,就抓住了这个历史的机遇了啊,抓住了这一次广州产能啊,广州纺织产业产能外溢的, 这么一个机遇啊,让这个智能化啊,纺织产业智能化制造啊,转移到这边来啊,抓住了这个环节,抓住了这个重要环节啊,等于说就是,抓住了广州纺织产业的未来啊,可以这么说了啊,智能化制造啊,绝对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嘛, 所以说真的,清远的未来啊,可以说真的很值得期待啊,总的占地面积呢,将近一万某啊,有一万某,然后呢,产值啊,在未来估计啊,绝对超过千亿啊,产值会超过千亿,所以说呢,这块蛋糕啊,我们清远啊,还是抢到了啊,在一众的竞争对手当中啊,脱颖而出, 抢到了这块蛋糕啊,可以说呢,真的是 哎,不容易啊,也算是,真的为清远的未来富人啊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些啊,新建的厂房这里啊,这个工地这里 可以这么说啊,在未来的工业发展当中呢,土地是很重要的啊 有土地,那就意味着有发展的空间啊 如果未来这个产业壮大了,我们有足够多的土地啊,来扩充这个产能啊,来招收这个人员啊,让更多人来入租到这里 所以说土地是很重要的,那这一次呢,这个清远啊,也是拿了很多的诚意啊,一万某,是吧 拿了一万某出来啊,如果你放在广州,哪个地方能够拿出这么多的土地呢,是吧 而且呢,这个清远的相关部门啊,为了体现这个诚意呢,还对很多的企业啊 说出了一些优惠,比如说免租啊,啊,符合条件免租啊 啊,还有就是如果你总部,企业的总部啊,有影响力的啊,总部设在清远的话呢 还一次性的给几百万的奖励啊,还有一些高管啊,会有一些补贴啊 如果企业高管来这边办公,会有一些补贴啊 啊,还有就是如果有创新的,这个产业啊,如果这个公司 就是某一个领域啊,有创新的,会一次性的奖励 几十万啊,甚至几百万都有可能的啊,就看你这个奖,这个创新是怎么样 反正呢,总奖励啊,不超过五千万,等于说呢,最多可能会几千万啊,这个奖励 所以说啊,这一次啊,我们看啊,真的是下了很多的人力物力,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啊,为了能够顺利的承接这一部分转移的产能啊 真的,清远,未来的话呢,真的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啊,争取呢,将这个广青产业城啊,打造成啊,一个有影响力的纺织业的一个中心 那么我们现在看呢,各个工地,各个厂房啊,也正在有序的,正在建设当中啊 这个好消息呢,也足够振奋的了啊,我相信呢,这里啊,很快又会建成 一栋又一栋的现代化的,智能化的厂房啊,来供给这些企业,这些企业呢,顺利的入住 在未来呢,我相信啊,这里会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厂区啊 啊,环境也绝对会很好的啊,到时候肯定绿树成荫啊 啊,我们呢,是个这些工人啊,或者说企业的管理者啊,来这边生活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啊 这就是广青纺织产业园啊,工地的情况 这个范围还是挺大的啊,很多一些厂房啊,已经打上了名字啊,不错的 等于说呢,未来啊,这里建好了之后呢,就可以入住来这边啊,生产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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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